其實就主要是兩行,剩下的就用貼的嘛,複製貼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是要再,再來後面還有 其實你現在RUN的話,後面應該填都沒問題 只是說再來這幾個 比如說平均成績跟什麼呢 這個綜合評定 還有多重的部分 那當然有幾種方法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可以把公式丟進來就可以了 那公式丟進來之後的話 有沒有,直接丟,差別在哪裡? 這邊是第七列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7 把它串一個R就好了 有沒有,R不是8,就是放 所以其實如果最簡單的方法啦 像我的習慣 乾脆就丟公式,丟在哪裡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把上面的公式 裡面的這個數字改成R的變數就可以了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啊 接下來我改給各位看 一切到這邊之後的話 你就先怎麼樣 ABCD嘛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EFG 所以就是 這個就E嘛 我的習慣這樣 你如果要丟公式的話 你後面等號就先給他一個 雙引號 這樣就OK了 然後 再Enter 一樣的話呢 把那個EF 然後G 先把這些欄 先把它先做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F 然後這邊就G 接下來的話就把公式放到這裡來 那公式放進來的話 我前面講過兩個原則 如果他的 公式裡面有雙引號 你就要 幫他加一下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然後呢 所以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公式 直接複製 那裡面呢 剛好這裡面沒有雙引號 複製之後 記得取消 切過來 從這邊切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就可以輸出公式了 可是目前的話 如果你輸出的話 這邊會變成 變成第七列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這個7 放個R 那放的方法跟之前講過那個放I的方法一樣 就是如果我講過啦 不然你又背口訣嘛 什麼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R 比較好 這樣保證不會錯 OK 應該已經做很多遍 然後在end 前面 再加空白 那這個7呢 一樣 雙引號到雙引號 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嘿 寫完了 平均算完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意思 底下的呢 一樣嘛 所以以後不管你幾籃 你就怎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再取消 再切過來 所以 用這個方法 應該算最 最簡單的 先貼好了 這個多重 所以不管 反正 坦錯c 然後取消 切過來 貼上去 不過記得 這個如果有雙引號 有沒有 記得要變兩個 當然如果 數量少的話 我們乾脆自己加一下 有沒有 一個變兩個 不然你用取代的 一個變兩個 這樣OK 好 這邊也是一樣 不過 剛剛那個公司太長了 我乾脆這個用貼的好了 比較保險 像這個公司裡面 這麼多雙引號 理論上當然就是 加兩 變兩個 所以 比較怕的方法是取代 取代的話就是一個 變兩個 取代一次 再貼到雙引號裡面去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把它 放到這個裡面 然後 一樣 這邊有 只要有7的部分 就 必須要通通把它改成這個r 所以剛剛這個有做過的吧 雙引號到雙引號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7 蓋過去就可以 這邊有個7 這個也是這樣貼 兩個 三個 好 基本上 大功告成 那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 我們要把公司放到 某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你可以先那個儲存格先加雙引號 然後把公司貼上 貼上的話要注意兩件事 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有的話變兩個 有沒有列號 有把它改成r 這樣就ok了 所以底下 改的方法都一樣 那如果以後 反正你要擠欄 你就是一直往下加就好了 OK大概這樣 好那做完之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 OK 來試一下 這個我先把這個就資料刪一下 Delete掉 OK然後再一次啟動 表單 然後輸入 再輸入一次 AA Enter 最後按新增 那應該就是剛剛是填1234填進去 然後把這邊丟公式 OK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都算出來了 好 那平均的話應該也沒錯啦 只是說平均 也沒有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 還有呢這個沒有字中 有沒有然後呢 上面的這個字型 基本上呢 是微軟中黑題 那當然你這樣還可以再修正 不過我們先 確定是已經 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輸出完之後 待會還要做幾件事 怎麼樣呢 新增完之後 還要把這些資料清空 然後呢 游標再放回來 這邊 繼續讓人家可以輸入 那這樣就已經越來越接近我們要的結果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那個 EFG 這三欄 我是從上面這三個公式 把它貼過來 做法 做法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一樣喔 丟公式 然後把那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用丟公式的方式 它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原來已經有 寫一些東西在上面的話 你其實基本上 不太需要再修改什麼 太多地方 當然喔 你也是一樣喔 你如果不想要直接丟公 你也可以丟結果 至於要丟結果的話 你也可以 想反正就是 我們之前講過 你平均的話 你也可以 直接在VBA裡面 做計算 把那個什麼 A 把BCD 三個儲存格的資料抓過來 除以 3之後 再丟回去 其實當然結果也會是一樣 哪一種方法寫會比較簡單 OK 我想 這個範例來看 我覺得丟公式好像相對的 好像比較 不太需要記太多東西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A到G欄 的資料 可以把它先輸出 好嗎